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和消防局长向永才等人陪同下 一向对于小小朋友事务特别关心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地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位在西定市场二楼的西定托育中心现场会刊 因为市议员张炳君在市议会质询时提出 西定托育中心只有一个逃生出路口 引起家长们的疑虑 万一发生火警意外时该如何疏散撤离逃生呢 目前中心收拖大约45名0到2岁的婴幼儿 还有16位左右的工作人员 市长谢国良亲自勘察了解问题后 则成消防局耗资300多万元 在一个月内解决改善逃生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了解说这其实是托育中心的一个侧门 也其实本来可以是它的逃生门 当然因为消防安检的关系 它缺洒水的设备 所以目前是没有开辟的 那我这边刚刚跟局长讨论过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这个洒水的设备给这个托婴中心 然后也帮它找到除水池的空间的话 那么这个门依照消防法就可以打开 我们等于就有正门跟侧门的两个门 那这样对孩子们的安全一定多一分保障 所以我想说还是请局长 在这方面我们把这些设备把它估好 那我们再来做 那也感谢这个平静议员跟其他几位议员的关系 那个应该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完毕 那我们一个月内我们把这个规划方案出来 那是否会找到足够的预算来值 对于谢国梁市长明快不托泥带水立刻解决问题 通过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的市议员张炳君 也给予市长谢国梁高度肯定和感谢 那在我们今天早上总资讯结束完之后 现在下午马上立即就在那边看 也很快的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托运中心的家长 还有包含里面的照顾人员 照顾人员都会很感动我们谢市长的如此的用心跟努力 那我们也会持续追踪 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自己有一位小小年纪女儿的小爱爸爸市长谢国梁 非常重视立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之外 也顺道参观一下托运中心的内部设施 感谢中心人员对于小小朋友们的照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